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党派统治彻底沦为了习黄艺人统治这个局面 当时我就做节目说习黄的连任代表着中共所谓的集体领导在中共国彻底结束 也可以说所谓的中国彻底结束沦为习黄的国 借用一句梅花诗的话就说暴死流皮 就是中国是暴死流皮了 当然咱这个阶段还没到梅花诗说的暴死流皮这个阶段 这个节目出的似乎有点晚 这个美国政治学者邓玉文在八月末通过推特爆料称 已经有两个主流媒体与他取得联系 说要为胡锦涛写复告了 而另外有消息称胡锦涛在7月26号就突然发病 被紧急送医途中去世 当然以上两条都是小道消息 而胡锦涛确实已经有八个月没有露面 那么胡锦涛如果真的去世会有什么后续发生呢 咱说纪念已故领导人在中共历史上是一个大忌讳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76年的四五运动 说四五运动又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 是1976年4月4日5日清明节期间 在中共国全国各地发生的大规模群众非暴力抗议活动 1976年4月4日至5日清明节期间 大批北京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 已故国务院总理兼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 同时用非暴力的形式来表达对四人帮和毛泽东的不满情绪 4月4日中共中央认为纪念活动背后有人操纵 定性为反革命性质 当晚开始清理广场上的花圈和标语 并对坚持悼念的群众进行抓捕 5日在广场的群众发起大规模的抗议 与清场的民兵工人公安发生冲突 当晚北京出动一万多民兵公安和卫宿部队 以木棒暴力驱散了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群众 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将事件定性为 反革命政治事件 认为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 兼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是事件的总后台 撤销了邓小平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在民众的呼吁下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前后四五运动获得平反 而后来的更大规模的六次运动 其实也是从纪念领导人的趋势开始的 纪念的是突然离世的中共领导人胡耀邦 之后以悼念胡耀邦活动为导火索 最终演化成了长达两个月的全境范围内的示威活动 最终导致六四清场 军队对学生进行武力清场行动 所以一旦出现以下的信号的时候 纪念领导人的行动将引发大规模的运动 第一个信号就是国家出现大问题 例如纪念周恩来的时候 正赶上是四人帮乱政以及文化大革命的人间闹剧 这个闹剧已经持续了十年时间 人民早就已经忍耐不住了 而六四事件则是由于改革开放的前十年 出现了各种社会乱象 官岛盛行 大有红二代官二代 瓜分中国之势 再加上东欧巨变 一场颜色革命正在悄悄到来 而当今的大问题则是习的超级连任 经济倒退 厉害的我的国牛逼吹破 疫情的封锁和开放过分随意 国际关系受到打压 额叠的陨落 一系列的倒行逆施的情况 所以国家的大问题是有的 而且可能和文革以及颜色革命差不多 第二点就是领导人的分量 周恩来是党内的二号人物 虽说颇具争议 但是和毛和私人帮的乱政相比 在党内还算是一个合格的政客 而当时的环境下 在人们的心里还是饱受爱戴的 胡耀邦是党内开明派的代表 其代表的政绩就是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 所以在大学生和年轻人当中 也是饱受爱戴的人物 而现在胡锦涛的情况也类似 胡温在中共党内也是温和派的代表 尤其是温家宝是承接赵紫阳 以及胡耀邦的政治体制而来 因为他在卸任的时候 就曾语重心长的说 如果只有经济体制改革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 所有的改革成果都将复制东流 而胡锦涛当然也是 他在十年任期之后 保证了最高领导人的顺利交接 主动卸任了党内的全部职务 而习近平还对他赞扬有加 而且此次二十大厂胡锦涛被习嫁出去的情况 更是让人觉得他是非常可怜 虽然和周恩来相比 可能不会那样受爱戴 但是胡锦涛和胡耀邦感觉差不多 当社会问题凸显 加上领导人受到一定程度爱戴的情况 同时出现的时候 出现大规模的抗争的概率就会提升 之前江泽民去世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应 因为江泽民和胡锦涛相比风平要差了一些 并且江泽民没有在十年任期之后主动卸任 还充当幕后大佬 还充当着幕后大佬的作用 而胡锦涛则显得高峰亮节一些 综上所述啊 这个胡锦涛一旦去世 其悼念活动的升级 其悼念活动升级为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是有一定的概率的 根据之前我们分析啊 推背图的第43项啊 君臣之乱 之前一定有一个大规模的运动发生 发生运动之后啊 才会有一个政治改革的契机 如果啊 没有这个运动 以中共目前的情况 是很难有一系列的政治动荡发生的 而推背图提出的这个黑兔走入青龙穴的情况 说出了个时间节点 也可以说是一个事件节点 发生了一件大事 所以这件大事 我猜测最有可能就是一场席卷中共国的大运动 当然呢 这场运动也有可能不会发生 我也讲几个原因啊 首先说中国目前的维稳系统还在 发挥巨大的作用啊 如果消息属实 胡锦涛可能已经去世 现在呀 密不发丧 主要原因就是中共正在进行维稳的安排 为的就是啊 防止这个大规模的悼念 非暴力抗争的情况出现 所以一旦这种布置下呀 发生有组织行动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自发的一些悼念活动 却没法控制 但是连任何成大规模的反抗的可能性 有 但是不大 除了中共的维稳系统之外呀 现在中国民众的凝聚力也有一定的问题 从外界的媒体报道看 中国国民的民智还是没有开 换言之啊 就是有很多人认为 中共国倒行逆施的情况是对的 这种情况啊 就需要更多的铁拳杂在身上 才能觉醒 按照目前的情况 这种觉醒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好 本期的白鹿探寻就和大家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